HELLO 大家好,我是Zewyn 今天就是跟大家拍一條我很久沒拍過的手袋片 話說我很心虛地想說 我去年是跟Heyman一起發誓我們今年是不會買袋的 但是就事與願為 唉,我就買了三個袋 不知為何會這樣的 其實不止,其實有四個 不過有一個已經停產的,就是我一月買了一個Jefonchi的袋 那我就在這段影片說了 另外,去年年尾我都買了一個都是Classic款的Dior Lady 所以就今次一次會跟大家分享 這四個是仍然買到,沒有停產 然後也是比較經典的袋子 也是一個很沉氣的Disclaimer 如果大家對於名牌手袋是有一個很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大家是沒有興趣看這類型的分享 那就直接跳過了,就可以看我其他類型的影片 說了第一個先,就是這個新鮮滾熱 其實我幾天前才收到的 Celine新出的Tinsize牛油果綠色 它的真正名字叫Light Khaki 這個就是我的空姐朋友幫我在Milando買回來的 那在歐洲買的價錢其實是香港的8至8 香港的定價是26,800 我在歐洲買,因為它沒有幫我退稅 所以價錢是大概21,000元左右 那就是這個非常完美的一個小袋子 其實我本身就掙扎了很久應該買Medium還是Tinsize 因為我自己現在還是很肥、很厚身 所以其實我用這個Tinsize 未必是一個最理想的身形 因為它在我身上是略嫌小一點 但是呢,我又覺得它是Casual一點的 因為其實Medium size 你是不可以真的把它在一個最適合的長度裡面斜背 但是這個Tinsize 就可以的 而且它是可以搭配很多東西 它是2020年的SS Spring Summer的那個顏色 它是一個,例如我現在身上的這些米色衣服 它搭配這個顏色是超美的 然後呢,如果你穿一些深色衣服 即是黑色的那些也很ok 牛仔布也很ok 然後其實你用來搭配一些Earthtone的啡色衣服 你都不會變成一棵樹的 都是很漂亮的 大家最近又留意這個袋 又知道它出了Tinsize 應該都會很擔心就是它擺不擺到東西了 好,其實呢,mini size就完全擺不到電話的 但這個Tinsize就當然是絕對擺到電話 我手上這一部是iPhone X來的 有一個classic的這樣的扣 這個已經是它轉了Designer之後 所以Celine字就是沒有了那一部分的 它也是牛皮來的 不過我做了這個水波紋 是一個另外一個我很想買它的原因 它就不會刮花 即是可以隨便扔它也無所謂 因為我也是一個不疼袋的人 你這樣按了,打開它之後 裡面就是兩格來的 即是好像風琴位一樣 好了,我現在裡面有些什麼呢? 我前面就會放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粉餅 放了進去之後 就還可以放多一支手霜 然後裡面就是放我這個長期用了很多年的 這個Chanel的散指加銀包 這個媽媽送的 然後就還有可以同時放到電話的 然後呢 就還有一支潤唇膏 一支唇膏 一支唇膏 然後一支手霜 因為我現在去到哪裡都要 戴這支手霜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它就還有位的 即是可以放多一包紙巾 然後呢 蓋起來 是絕對可以蓋起來的 那如果你有AirPod 我試過可以再收拾一下 都可以塞進去的 一包沒有錦醬的紙巾和AirPod 同時都可以塞進去的 當你塞完這些東西進去之後 其實你的重量也是不重的 還有我剛剛那個Make Up For Ever的粉餅 一定不是最小的粉餅 它是比較大塊的 所以如果你有更小的粉餅 應該都是一定對的 你日常出街 其實你要放的東西 應該大概都是這麼多的女生 還有如果有些女生是直接戴卡住 就不會再有我的Channel那麼厚 那就更加可以再塞多一點東西了 如果你買Medium 就連相機都可以放進去 那就是那些傻瓜機 例如Canon G7X那些 都可以塞進去的 如果你是比較小的女生 或者比較瘦的女生 其實你應該很難用到 Classic box的Medium 那個真的對你來說會太牙齒 其實那個是不會是一個很隨便的 但這個可以很隨便的時候 都可以用的 那我是很推介天色 然後到另外一個 也是Seasonal的顏色 其實我也不肯定現在有沒有 因為它是Fall Winter的顏色 2019 我想應該有的 就是這個Chanel紅色 它是一個Burgandy的顏色 那我不知道它到底叫做什麼 好 Gabriel呢 是一個我本身一點興趣都沒有的包包 但我也來看過 我之前都在IG上面 我本身就只是覺得這個包包 是挺噁心的 從來沒想過進手 那我曾經試過 它那個Medium Size很像的 很classic的Beige 配白色 我那是覺得OK的 而且很實用的 但上次我就帶波去看 那個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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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很噁心 他是用噁心的 那沒辦法 你可知道你身邊另一半是說 那袋肉酸 你是不會買的 因為它每天都會在你耳邊 在你耳邊的袋子 你就不會買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那個袋子 而且我試了Medium 用上身 就算我這麼大份 都會有一種好像C-Line的感覺 即是比較成熟 其實當然它是很實用 但也很成熟 而且它的底部是很硬的 它特意做這個很硬的底部 到Medium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挺 即是很方很硬 但它上面又是這個小小餃子型 我就覺得其實不是那麼好看 本身真的 去到這個小小 當時Heyman試過在她的身上 就是完美 她是一個160有瘦的女生 我就覺得這個小小也不關我的事 直到有一天去看生日禮物給她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看到這個顏色的袋子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是一個極度喜歡酒紅色的人 其實只要那件有酒紅色的東西 我其實就通常都會停在那裡 我那一刻已經決定我非買不可 所以我又叫了我的朋友幫我在法國買 但大家千萬不要退稅 就千萬不要去法國買Chanel 因為Chanel是所有品牌中 跟香港最貼價的 基本上它的定價跟香港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只差了一二千元 所以在香港買其實也一樣的 但它背上身不算很重的 我覺得它是可以接受到的 可能因為它的袋子本身也很小 容量方面就是超棒的 是放到一把短的縮骨傘 相機 然後我剛才在Tinsass的Celine那裡放的 所有東西都當然可以放到沒問題 所以它是連去旅行都可以用到的袋子 但我最主要的其實我都只會把這麼多的袋子 集合在一起 然後側背 通常 不然我會把它這樣 翹兩三下 翹到它這樣 就是前面的袋子放下來 然後這個長度就可以被我斜背了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再配上它這個復古的金色Logo 是真的超級超級漂亮的 剛才那個袋子也是一樣的 都是我為了配色而沖去買 機緣巧合不算是一個在我的手袋裡 必須要入手的一個袋子 很能夠裝 我覺得算是一個媽媽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通常都是推車出去的 其實你用這些小袋子也是方便的 尤其是你可以放到這麼多東西的小袋子 其實是OK的 我本身都以為做媽媽之後 我就應該要多買一些大袋子 但是我發覺 我通常都是推車出去 而且我暫時帶娃娃出去 暫時我都一定會跟阿波或工人姐姐一起 其實我自己就真的未必會拿一大袋子 我通常都會放在那個BB車下面 那我來說 我就未必需要一些很大的袋子 我還是繼續用這些小袋子 可以放到自己日常要用的東西就夠了 在手袋子的Dream List裡面 一個Dream Bag 就一定不少得這個 其實它也是我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想買的一個款 就是Dior Lady 我就加了它一條小絲巾 它的字可以是... 這條我沒記錯應該是C 然後我還買了一條S的 掛在家庭派對那裡 這是一個米白色的羊皮 再配上香檳金色的扣 還有這支它經典的Dior Z的這支 然後它還有一條長帶的這個款 你可以自己選擇上面的這些... 我就選了這三款的扣 它的袋子底還有四顆釘 可以讓它站著的時候 不用直接碰到那個底的皮 它的底也是皮 其實我本來不是想買這個小的 我是想買它的中間的 但是那個就沒有這條長帶的 即是它不可以斜背或是長帶的 雖然其實我用這個袋子的時候 我是極少會拿它來斜背的 我通常都是會這樣拿或者抽著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袋子的感覺是真的很斯文 很elegant 是比較適合抽著或者拿著的 但是它也有這條帶給你 當你想手臂的時候 你也起碼可以背著這條長帶上去 另外它這個內蓋就是另外一個 我選擇這個尺寸的原因 因為中間尺寸也是它以前的拉鏈的 拉鏈是很掛手和很難拿的 但是它後來出了這個內蓋之後 就是這樣剔起這塊東西 這樣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了 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櫃子 還有還有一格可以讓你放東西 也是有一點點內格的 容量是極小的 我想它的容量其實可能比SELINE的TIN 或者其實是差不多 但其實看上去 它們兩個的尺寸是Dior這個大一點的 你看看 SELINE的TIN是比Dior更矮的 是大很多 但其實擺的東西是差不多 或者可能這個更多一點 因為它可以伸展 但這個是不行的 真的很方方正正 還有它很厚的 然後它所有的位置都很糟糕的 它是不可以讓你再移動 或者拉鏈 或者拉鏈 沒有的 還有它這條帶是很硬的 如果你抽著它 其實都不會很舒服的 還有它袋本身的正重量 是超級重的 就算你拉走這條帶 其實我經常都拉走這條帶 因為帶著它真的很重 而且刺激的袋子都已經很重 如果你只是放在TIN那裡 即是放在SELINE那裡的那些東西 放進來 其實你已經會覺得 這個袋子是超級不像一個小袋要用的東西 肯定是比剛剛這個Chanel的Gabriel 絕對是一個得個樣的袋子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喜歡這款的袋子 其實我覺得實用性來說是絕對不大的 搭配性來說 我已經買了很容易搭配的白色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實在太女人 實在是太斯文 實在是太優雅的一個袋子 如果你很隨便時用它 都會覺得你是斯文的 即是它不適合平日日常的T恤 T恤牛仔褲我都會用它 但感覺就是一個很女性的T恤牛仔褲 即是它怎樣都會令你斯文了 如果你真的想Hoodie的時候用它 就不行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手工是做得很漂亮的 即是它這些線 或者它的扣 還有它這裡的扣 整個配合起來 我到現在都覺得這個袋子是很漂亮的 即是它的顏值方面我覺得就真的沒得輸了 我人生未必會再買另一個白色的袋子 因為我有一次就這樣外出 下雨 滴少許魚在袋子上 已經會立即少許潮皮 即是特別明顯的 白色的皮袋真的非常難打理 而且它是羊仔皮 所以我後來就買了一支噴皮的Spray 將它全袋子先噴 令到之後萬一真的髒了 都會容易處理 但在內用性來說 白色的袋子絕對是No Way的 尤其是羊皮 但它真的很漂亮 留了說價錢 這個在香港沒有記錯 應該是3萬元的 但我這個就是我另一個朋友去意大利旅行的時候 我經常找朋友去旅行的時候幫我買的 它是2萬6千元左右 或者退完稅好像是 2萬6千元左右 好 說了這麼不耐弄的袋子之後 下一個是一個超級不耐弄的袋子 是LV的Canis系列的Monogram的Reverse Canvas Bag 沒錯 其實我之前也看到外國的Vlogger用的 但當時我也沒有覺得是一個很想買的狀態 直到我看完一些街拍之後 那陣子突然黏起一條線 好像是我有了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真的很想買這個袋子 然後就在香港找 原來它真的需要訂貨 而且是要全付款的訂貨 基本上是沒有見過這個袋子的實物 在店舖上的展示都很難會有實物 它是一個圓孔 但因為LV的Monogram其實是反貨 它不是皮 所以是非常輕身的 後面是平的 所以當你斜背的時候就不會是整個圓拱形 很壓住你的身體 另外我很喜歡它的一件事就是它是一個 Reverse Monogram 它是轉了做不是它Classic的那個色 它Classic的那個色是這個 這個就是調轉的 我覺得這個調轉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這些細節 真的做得很復古很漂亮 所以我好像只有這個形容 就是它很不像是一些平常常見的袋子的形狀和款式 另外它也是一條黑色的長袋 你可以在側面背 或者好像我剛才所說的斜背 其實也是很漂亮的 或者可以手拿著一個桶 或者可以抽這個桶 這個袋子絕對是一個你走在路上非常吸精的一個袋子 近看它這個位置就有Logo 接著有條拉筆也是做了金色 如果之前有看我的分享 大家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喜歡金色的 這些金屬扣多很多的 所以這個也是啦 一樣它旁邊這條帶也是可以拆出來的 有條帶在這裡 如果你慢著想斜背或者背著想搏 就會方便很多了 讓大家看看它裡面這個內籠 裡面就是全絨布來的 不是皮 所以就會更輕一點 而且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成本就更低了 所以這個袋子的價錢就不是很貴的 它是19,11元 是剛剛那幾個袋子裡面定價最低的 我想應該有很多朋友會擔心 你拿著它的時候 這樣打開這個拉鍊 拿東西是不是都很不方便呢 是的 但習慣就OK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不方便 因為它也很輕 可能你就這樣拿著東西 然後拉鍊不會很難拉的 你就這樣一隻手這樣拿著它 然後就靠著你的身體 然後就這樣拉開 然後這樣伸手去拿東西 然後就再抱著它 然後就這樣拉起來 其實都OK的 就沒有去到真的很麻煩 但好像剛才Dior的那個 它要掀開那塊內籠 其實都不是相當方便的 既然是這樣人家也很難偷你的東西 然後它還有本身附一個鎖 但那個鎖頭也很重 所以我都沒有掛上去 這個實用性其實都很大 因為它真的很能夠裝飾 而且它的搭配性也很好 它搭進一個很簡單的做法裡面 都會很有焦點的 因為它本身的造型就已經很特別了 那我就分享完 我這四個最近買入的手袋的一些用後感 都算是我覺得 全部都是應該我去到五年十年後 都不會後悔的袋 那如果大家都對這些袋有興趣 或者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或者如果你們最近都買了什麼很棒的包包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